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这一期的绿洲看房 我是你们的地产经纪人小王 王绿洲 我们今天来到Aran Porter Spring 来看一个二手房 2015年的四房三位 非常大的特点是主卧在楼下 然后楼下还有一个客卧 所以是两个卧室在楼上 两个卧室在楼下 这样二加二的一个布局 二楼还有一个loft 795块钱 每平尺的单价 单价非常吸引人 总价也不高159万8800 160万不到 那么在Polot Spring买一个小租洞 位置其实也不错 朝向也很好 采光非常好 东南的朝向 今天是很难约到他们 因为是卖家住在里面 所以我们抓紧时间一起去看一下吧 Let's go 我们看一下它外面的环境 还是挺安静的 这个区域 而且因为这个房子呢 它是离这个马路稍微有一点距离的 它是要进来一点 所以哪怕这边有一些声音的话 这个里面应该也是听不到 车库是冲着南向 然后正门是冲着东向 我们进去左手边看一下 它整个房子是四房三位 它的西房在这边 这里是它一个全层层的淋浴房 又应该重新换了面镜子 你进门这边采光还是不错 因为是朝东早上采光会很好 院子方向的话下午会好 然后到这一侧呢 就是它的一个楼底下的客卧 全屋是石墓地板 一个L型的厨房 加一个导台 开放式的设计 文造的石英石 这一部抽屉啊 抽屉面板看上去比较老啊 可是里面的整个的机制还是很不错的 全部是带阻泥的和带软关的 这边也是应该是新换的水池 这一套应该是做过的 盐板应该是换过的 门的这个材料是原来的 但是脚链应该是换过的 换了一套带阻泥的 这边Kitchener的炉头 霍尔铺的这个烤箱 现在还有客人住在里面 它这个房子有一个特色啊 不窝在楼下 不窝在楼下 这其实还蛮适合那种退休的家庭啊 其实小年轻我觉得蛮适合的 我个人也蛮喜欢这样的 因为这样我就不用跑到楼上去了 楼上比如说分租给别人的客 这个浴缸和淋浴房的水池 我是蛮喜欢的 这样全部的水都在里面 双台盆 那这边没有做电路 没关系 那这个十二层二十四的砖 石木地板 窗帘 这些都应该是后面改的 原来最初就是这种 最简单的白叶窗 整个采光非常好 因为这边东向 然后西向 虽然这里是北向 但是它直接你看阳光打在上面 也能反射光进来 客厅是在这里 很敞亮 一个整个大横厅 而且它虽然那个横厅很长 但是它不窄 很宽 我们看到它这个玻璃门也是升级的 这个是堆叠式的 这样就可以堆到那边 院子也是做了一个平台 这个是木头的 现在我们会听到一点点的声音哈 Portola Parkway传过来的 它后面是一条Portola Parkway 是连接Portola Spring和Oltra Hill的一条 区域性的比较主要的干岛 所以它偶尔会有车经过 我们会听到一些声音 这边还有一个水系 因为有点湿 我们就不过去了 然后这房子 这整个这边是一层的感觉 二楼应该是两个房间 好 我们去到二楼 像它这个楼梯 做得很不错 然后这边是10亩的楼梯板 二楼这边还有一个小loft 有个loft 这里是双台盆 像它的淋浴房 这边也是做了这个玻璃的衣门 然后包括这个Kortz 这个应该也是后面做的 像之前这种房子 一般都是小砖 这个是2015年的房子 这个二楼的小客户很大 它还做了设灯 我本来这边像是搞直播 搞什么东西一样 你看 它这边做了一个很大的背景板 灯圈不可以打到这上面 看一下里面 里面应该是一个布鲁式的衣帽间 里面都堆着杂物 那是一个布鲁式的衣帽间 门也是比较高的 八尺的门框 像这种在当时都不多建的 当时都是小的门框 哪怕到几年前 像现在拍了呢 像Komo 卖两百多万三百多万的门框 这是很矮的门框 这是南向 所以这个整个卧室 这边采观非常好 从早到晚 这边是南向 所以它的客户会采观非常好 这两天客户都应该还可以的 因为这边是属于西南朝鲜 下午回号 然后这里是东南朝鲜 这个户型其实我之前看过很多次 但这个房子的状态应该是属于里面上层的 车库啊 这个Garage 看看它有没有什么更新 它是有太阳能的 这房子有太阳能 太阳能是买断的 所以跟着房子就会过户到我们这边 这种八尺的车库门 我很喜欢 整个车库没问题 考究的话 花个两千块钱做一个地平就好 热水器是在那边 它是还装了一个电车的插口 在这边 而且它这个插口你是随便什么电车 都是可以使用的 159万8800 2010尺 四方三位 折合单价是795块钱一尺 在Portola Spring 应该是非常合理的 这个每尺的单价 其实是异于应该是Portola Spring的平均单价的 现在Portola Spring 其实长得蛮厉害的 它现在平均单价到800多块钱一尺 所以这个是不到八吧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 发现同一时间有三组客人一起来看 唯一可能有一个小的遗憾 就是它是能听到一点这个边上的 马路上的声音 如果这个非常介意 那么 这算是一个小的缺点 但其他来说的话 就户型来说 主卧在楼下 然后还有一间客卧也在楼下 这样2加2的布局的房子的户型是非常少 虽然喜欢它的这个买家并不一定很多 但是它因为库存也是非常少啊 你要找这样子很难找到 所以应该是会吸引这样一个特定的买家群体的 而且它里面整个的保养状态都是非常的好 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这个房子 如果你能接受一点稍微的这个 马路的车流的声音的话 好吧 这边是绿洲看房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Peace on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